联邦法院今天将会针对前首相纳吉 SRC国际公司案件的司法检讨申请 做出判决 目前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首相南杜斯里纳吉 究竟能不能够推翻判决 终极一战就在今天 更多详情 马上连线在联邦法院采访的记者许文杰 文杰请说 是的 前首相纳吉已经在监狱服刑七个月了 他因为不满联邦法院去年八月 在SRC的案件当中判处他贪污滥权罪程 入狱十二年和罚款两亿一千万令吉 要求司法审核这项判决 那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的女儿诺亚纳 前首相夫人纳丁斯里罗斯玛 以及他的儿子和纳吉的代表律师 在刚才八点三十分左右 陆陆续续抵达联邦法院这边 现场戒备森严 而在外头刚才聚集上百人 但他们暂时没有拉横幅 也没有喊口号 现场有一些警员在维持秩序 那我就向其中一些人了解到 他们其实是来自纳吉的前国会选区 北根的居民 他们今天特地前来联邦法院这边 声援纳吉 联邦法院五四会在今天早上九点 对司法审核申请做出判决 如果这个法院批准司法审核的话 等于SRC案件将退回在联邦法院的终极上诉阶段 纳吉就还有洗脱罪名的机会 但是如果司法审核申请被驳回 那么案件将画下去点 换言之 纳吉就继续服刑 除非他获得特赦 综合媒体引述律师的话报道 今天的裁决预计会出现四个结果 那第一 纳吉当庭无罪释放 第二 交由新的高庭法官重审整个SRC案件 那第三 交由新的联邦法院五四重新审理终极上诉 那最后也就是第四 就是纳吉的申请遭驳回 也就代表纳吉上诉失败必须继续坐牢 我会继续留守在现场为您跟进报道 把时间交还给进川